我国廉价航空公司飞银航空即日起 恢复槟城国际机场直飞沙巴亚币 沙拉越古近和柔佛的航班 同时推荐了三架新的波音737客机 为了扩大本地东盟和亚太地区的商业版图 飞银航空计划在未来的三年内 增置十架飞机以开拓新的客源 我们今年三个航空计划在未来三个航空计划 我们有一个想法在未来两至三年 我相信我们将能够接近这些航空计划 和亚太地区的航空计划 你们能否认为这些航空计划 今天亚太地区的航空计划 基于亚太地区的航空计划 大马航空集团执行长一战伊斯麦 在记者会上说 目前飞银航空有三架波音737客机 在槟城服役 从今天开始 每天会有两趟广返槟城和新山的航班 而直飞亚币和古晋则各有一班 飞银也计划在25号增加航班数量 另外飞银航空执行长施游骏也指出 公司有意跳出舒适圈 但航空业在疫情笼罩下的每个决策 都必须考虑到乘客的实际需求 因为他们在试图中处理了 他们在试图中处理了 他们在试图中处理了 如果要接下来的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